通龍頭同一企業的股東有福了 今年除了發放2.1元的現金鼓勵 還加碼送1500塊的網路購物金 堪稱是50年來的第一次 股東數量高達13萬人的同一集團 碰上50週年慶 決定只要2億元寵愛股東 但使用可是有限制 目前只能拿來買旗下的保健食品 粗估兌換量至少兩成以上 不無銷布 總比都沒有好 用不用得到看個人 那就沒什麼用處了 保健食品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還行 但是多一點會更好 從股東的不只統一 鴻海今年更大手比 發放6.6萬購物金 買夏浦系列商品還打6 5折 但學者認為企業看似撒大錢 不過這卻是比穩賺不賠的生意 就鴻海的一個部分來說的話 它會進行旗下商品的一些搭配操作 賺得相關的一些利潤 基本上來講的話是可觀的 品牌出錢讓股東去買旗下的一種商品 這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還是有基本穩賺不賠 這樣的一種概念的操作在裡面 資產自銷先打出知名度 更能藉此幫自家的網購平台增加盛量 簡單的概念就是說 我的錢從我的A口袋變到我的B口袋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樣的一種操作 又符合行銷上面的一種利基 那又能夠在整個商業利益上面獲得保全 同一破天荒大發購物金不僅是股東受賄 背後的行銷戰術更是暗藏玄機 東森財經新聞央廷洋周台北報導 不在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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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